金山区的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 今天首次在中山堂举办共餐活动 现场更是邀请了金山医院来做简单的健康检查 还有益检团体来为长辈们服务 市府社会局就表示 透过共产的方式让长辈们走出户外参与社区 也让金山区未来朝向国际安全社区认证的发展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新北市政府从前年开始针对银法组长辈 办理一系列的服务政策 而在金山区的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 今天也首次在中山堂举办共餐活动 现场除了共餐之外还有精彩的舞蹈表演 场边更邀请到金山医院来做简单的健康检查 还有益检团体来为长辈们服务 不仅是要温暖长辈的心 更要让长辈在参与今天的活动之后都变得荣光焕发 因为在金山地区 所有的子女大部分都是在外地工作 所以他们在家里只有甚至长者和一些独居老人 到老人居多了 我们就是要借由这个活动 邀请他们过来这边享用美食 大家彼此照顾 真的很温馨 透过我们金山慈护工的这些地点 煮了这么多的美食加油 让我们两里的里长这些前辈可以今天 借由这样的中午午餐时间大家在那边共餐 现场还可以看到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们 个个都穿上自行设计的背心在服务老人家 不论是垂背按摩还是陪伴长辈谈心都相当的热情 不少阿公阿嬷们表示 能出来和大家一起聚一聚共餐吃饭相当的开心 和乐的氛围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志工把你按摩你感觉如何 感觉很好 大家很好 好舒服好舒服 高兴啦 大家最会吃饭高兴啦 其实也因应着整个金山区 推动有位国际安全社区 希望能够关心到社区里面更多的弱势 弱势的一些民众 那其实共餐活动也是希望老人能够走出家门 透过这样子一个共餐的一个仪式或活动的部分 让更多社区的老人可以到社区里面 跟其他的资源一起做一些互动 市府社会局也来到现场与长辈们同乐 并且表示透过共餐的方式 让长辈们走出户外参与社区 不但能让社区的志工们 掌握到老人家的生活状况 更大大降低了银法族独自在家时 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这也让金山区未来朝向国际安全社区认证的发展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记者许端一 廖品涵 金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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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